從2000年就在台灣設立了 最早在台灣設立的分公司 2012年的時候進駐到台南科學園區 我們這裡有很強的一個Application Team 主要是提供屬於專業客戶的一些技術資源 除此之外這裡有一個小工廠 跟美國在一個合作設計跟生產一些 像環境科學照啊 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特殊的機台 比方說像APM60 就是在台灣設計生產跟組裝的 其實Zygo的設備最主要就是 它是個非接觸式的設備 所以Zygo之所以能夠在這類產品竄起 成為主要的領導品牌 最主要因為Zygo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量測的穩定性跟進度 這個進度讓客人的在量測上面 他得到更好的一個量測的準確性的時候 才能製造出更好的產品 然後Zygo的產品系列來講的話 其實它有分進階中階跟高階 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讓客人先去了解客人的需要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再進了讓客人知道Zygo的能力到什麼位置 透過拜訪溝通了解之後 通常我們會邀請客人來到我們Demo的地方 來進一步來去測試他們的產品 讓客人知道Zygo是否符合他們的需求 那這裡的Application的團隊 基本上就是有這樣的優勢就是 他們很願意去參與跟客戶討論 去了解客戶真正的需求 然後進而從Zygo現有的技術跟設備來 裡面去發展或是去開發出 客戶需要的Application或量測應用